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下面這個單元就是山石的設計 因為山跟水當然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設計 那麼它不像水流一樣會有動態的發展 所以可以透過它的流動的方向 來傳達現實與理想世界之間 那麼無法判然二分 而終究會被模糊的那個界線 所以呢大觀園的作為一個女兒樂園 終究有覆滅之石 那這個山石就是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一個沒有辦法移動的 一個靜態的存在 那麼這個靜態的存在 它就是以另外一個方式來凸顯 來呈現這些不同的屋主 他們的這個特殊的生命的一個構造 那所以呢我們下面請各位呢 就繼續進入到這個單元 那麼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先從一個圓林的基本設計 跟大家做一個提醒 那麼為什麼圓林會有山石的設計 那跟水一樣 沒有水這個原子就是死掉的 因為它會變得非常的粗笨 那麼有水流穿插 你就感覺到這個圓林呢 有了生命 有了靈動的氣息 那麼水氣的陰暈啦 那麼流動的那種晶瑩啦 這個呢都可以讓這個圓林更加的充滿生機 那山石的設計又是所謂何來呢 我們先請看一下 這位戴志昂先生 他有提到一個基本原理 我們要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是所有的原理應該都要參照的原則 他說呢圓內的山 好這裡當然是特別針對大官員來說 事實上一些重要的圓林 只要他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的話 通常也都會有這樣的設計 他說呢圓內的山有大山也有小山 這是真的 因為呢大官員有一個重要的主脈 這個主脈其實就是圓內入口的 那一座大的一帶清障 但是他有很多其他延伸出去 順著不同的方向的那些小的之脈 那各處穿插演繹 那就造成了整個圓林的更多樣性的 一些這個可以尋憂探盛的那些雅趣 那我們把這段話看完 他說呢這個大山跟小山 一般是反映了我國圓林 注意一下疊石成山的傳統手法 這個就是一般圓林構造的時候就會進行的 不過什麼叫疊石成山請各位注意 就是小山要用石頭來疊 因為如果小土堆 那很容易被一些風力水力就給摧毀 那個就不能持久 所以小山要用石頭 可是大山用土 可是什麼叫大山用土呢 這個當然都不是絕對的 因為石山也不是全部都是石頭 因為那真的實在是觸目所見 實在太過僵硬呆板 所以他要用薄土 為什麼呢 這樣子才能夠有一些植栽 那麼植树生藤那麼就有綠色的這個演繹 那麼就更加能夠產生出一些變化跟優美的氣質 那麼就算大山用土 這個土山也不是全土 他還是會用石塊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作用是穩土 穩住那些土不要讓他流失 或者那些石頭就是用來作為點綴 這麼一來那個山就會有各式各樣的姿態 所以就創造出更多元的美感 好啦 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園林這個構造上面的原則 那麼大觀園裡面是不是符合這樣的一個描述呢 完全符合 只是說大觀園的設計有曹雪芹另外的用意 因為他要配合他筆下的那些重要人物 所以特別在把他更加的這個精緻化跟特殊化 所以我們請大家看一下 我幫你們做了一個整理 事實上大觀園裡面有大山小山 而且構成了他們居處的演繹效果的 一共有四個地方 那麼我們按照順序來看 這個四個地方除了第一個地方之外 每一個地方都說來話長 假如要說得詳盡 我們就會進入到人物論 假如要清廷連水 恐怕我們大家也不知其這個胡傲 所以我有一點為難 沒關係 我們就按照自然的節奏發展吧 首先第一個很容易解決 就是大觀園的入口 好 那麼證據在哪裡 我們一樣請各位回到第17回 因為第17回太重要了 他是透過賈政那麼帶領眾人的眼光 那讓我們很清楚的 到園中的十之五六的重要場所 讓我們有一個大體的認識 那麼這個就是在254頁 好 那麼賈政就為了迎接迎春啦 所以在落成之後 但是在啟用之前 他們要進去做一個監督 然後做一個考察 做一個提名的工作 然後請大家看一下在倒數第四行 那麼他們先走到那個圍牆外面 那麼左右一望都是雪白的粉牆 那麼下面有虎石皮隨事棄去 請注意果然不落富麗俗套 為什麼要不落富麗俗套呢 請各位一定要注意 我們曹雪芹所寫的是真正的貴族世家 他不是爆發戶 爆發戶的話就會落入富麗俗套 了解意思嗎 所以這個階級的自豪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為呢他們的審美在三代之下 已經養成非常精緻高雅的那種品味 那已經是變成他們與生俱來的 一種審美標準了 所以他們根本看不上這個貼金帶玉 然後滿手鑽石 他一定覺得這就是爆發戶 還很好笑的 你們知道嗎 最近 不是最近去年 我看到一個說法是 某家名牌推出眼鏡 眼鏡 那一副眼鏡竟然要好幾萬塊 然後我心裡想說就是眼鏡嘛 他到底用什麼特殊的鏡片 好到什麼程度要幾萬塊 結果呢一看究竟才知道 又是那一種老套的手法 原來他的價值不在於他真正的品質 都是呢附加上去的 那附加價值要到達好幾萬 十幾萬 幾十萬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 鑲上鑽石啊 好 所以他的鏡框就鑲了鑽石 什麼什麼瑪瑙什麼之類的 我心裡想說帶著這樣的鏡子 還看得清楚嗎 對不對 光線多一點就眼花撩亂了 所以那個顯然連裝飾大概都很難 所以我想那個如果看在這個賈家的眼中 心裡面大概默默的就會說 哼 爆發戶 但是他們絕對不會表現出來 知道嗎 這是他們的教養 不能夠在別人面前有失禮的作為 包括你的臉色 包括你的言語 這個就是他們很自然的一個 透過從小呼吸就已經內化的一套 這個貴族的教養 好啦 所以不落負利俗套 請各位要注意 所以當然賈政就很高興囉 請你們注意賈政不是一個 一般所以為的迂腐的老夫子 絕非如此 我先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只要幾句話就好 那麼仔細的論證只好以後人物論再說 事實上你們知道嗎 《紅樓夢》裡面當然你們都很清楚的知道 有禮教的存在 可是另外還有一個力量 是不是來自於個人的姓靈對不對 好 那你們會覺得體現姓靈的一個最佳 或者是最鮮明的人物 是不是大概我們數得出來 要不是林黛玉就是賈寶玉 要不然就是加妙玉 甚至再加秦雯 有沒有 但是我考察過了 事實上《紅樓夢》中把性靈思想做最全面 而且做完整的闡述的人是賈政 好 那麼我們下面的幾些小單元都在呼應 或者是來支持這個說法 所以先提醒你們 所以不落負利俗套賈政心裡是高興的 這樣怎麼會迂腐呢 那麼這個是先提醒你們 以後我們有很多的細節可以來印證 好 那麼他很高興啦 就歲命開門 這個開門當然就是在南邊的 這個正式的大門 然後請看 只見迎面一袋脆障擋在前面 這個一袋脆障 你要注意一袋就是它是一個綿延的山式 然後是青綠的非常生機盎然的 然後就直接擋在入門的地方 那麼這樣的一個設計到底有何用意呢 各位請看下面 那麼各個青客都說 哎呀好山好山 他們只是一個抽象的讚美 那麼賈政就做一個更具體的說明 他說非此一山一進來 圓中所有之井吸入目中則有何去 換句話說 他們要創造出來的一種審美效果 就是不要一覽無虞 因為一覽無虞就沒有任何 尋憂探聖多層次的那一種發現的驚喜 而就此而言呢 請各位看一下在256頁 我們賈寶玉在另外一個地方的提名呢 有提到一個術語 這個術語剛好可以用在 為什麼要用一袋清障擋在入門的 這個地方的原因 就是在256頁的第三行 他說這個是一個所謂比較運戒含蓄 好 那這個呢運戒含蓄呢 基本上是員林的一個基本的審美原則 就是你不要很直接 因為直接是乍看之下 很有強力的一種視覺的刺激感 可是呢那個刺激一消失之後呢 就會很乏味了 好 它要讓你呢舉腳不進 要讓你呢有很豐富的後勁去 這個銀腕去沉思去感受 所以它不要你一下子就把所有東西都看光光 所以有的時候遮遮掩掩 它會創造另外一種趣味出來 那所以這一代翠障呢 那麼透過假正的說明 那麼事實上它體現的 就是含蓄韻戒的這種美學 那麼所以眾人也就呼應了這個道理 他說呢 當然極是 請注意 如果沒這樣的設計呢 如果沒有胸中的這一種大秋貨 事實上是想不到的 換句話說 你人不會目光如鬥的 只看到你周圍立刻可以截取到的 那一種審美的痛快 不是 它要的不是直接的痛快 它要的是呢 你把自己抽離出來 把眼光放遠 把格局放大 從整體來看待 從整體來看待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我一進門 我設計這樣之後呢 背後還有許許多多 可以不斷開展出來的美感層次 那是不是就是胸中大有秋貨的體現 了解嗎 所以不要只注意到 你近在眼前直接可以看到的東西 那麼對大有秋貨的這種心靈而言 那些都非常的乏味 雖然可以得到立刻當下直接的刺激 好 所以這個說法非常的好 所以整個大觀園的設計是大有秋貨 不要忘記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要請各位 先注意到的第一點 那所以呢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設計之下 請各位注意 由自己的一代清障 那麼分支出去的那些支脈 他們穿插演映在園中其他各處 事實上同樣都體現這個審美原則 也就是要含蓄韻戒 創造曲折演映的這種美學的趣味 然後讓遊園者 那麼生活其中的人 可以時時刻刻感受到柳暗花明的尋憂探盛之趣 那麼所以呢 無所運介 對他們這種人來講就是真的就很粗名 太潛蝶 那麼這個都他們都覺得不夠深厚 那這樣的一個美學原則 當然以下三個 具有山石演映的那些居所的設計 也同樣都帶有這個原則 請各位注意 只是我們下面要個別說明這些呢 已經被特別化了的山石設計 因為要跟屋主的性格互相搭配來說 所以我們不再強調這一點 這樣聽得懂 我們不再強調他要收的是 這一種園林的一種審美的一種原則 而是特別強調他跟這個屋主之間 性格與山石設計 互相定義的這個層次 所以我們下面 假設我們按照這個順序好了 請各位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再看到這個山石的設計的呢 就是在稻香村 那麼在258頁 那麼請各位呢回應到這一頁裡面 我們事實上之前念過了 而且呢有提醒大家注意 看第二段 大家一面走一面說 庶爾青山邪祖有沒有 然後轉過山懷之中 隱隱露出一袋黃泥珠舊矮牆 這個呢就是我們之前提醒過了 所以你看這個山式 他會順勢的 那麼在園中各處穿插演繹 那麼首先我們看到的是 稻香村這樣的設計 那麼所以如果我們要 專門就這個屋主的性格 而有這樣的設計的原理在哪裡 我們就要多說幾句話了 這個當然是在人物論的時候 才要特別多談 可是沒關係我們就先說好了 首先請你們注意一下 還記不記得我們提過 稻香村的整體色調 是所謂的霓黃色 霓黃色事實上它是一種中性色 什麼叫中性色呢 就是它沒有個性 沒有個性的好處在哪裡呢 如果你是在服裝的搭配上的話 這個中性色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可以襯托別的顏色 使它更加出色 所以它可以適合非常多其他不同的顏色 所以好這下面不能說 好總而言之 所以像什麼駝色啦 什麼卡齊色啦 或者是什麼這一類的顏色呢 就我們會把它視為所謂的大地的原色啦 大地的原色當然很重要 可是從人類的視覺效果來說 它其實就是最不顯眼 最沒有個性 最不搶眼的一種色調 那這當然就要配合我們李丸的 什麼稿木死灰嘛 對不對 稿木當然就是這一種枯木的顏色 這個非常一致 然而它特別還要再設計一個 一個這個所謂青山協組 那原因是什麼呢 當然我們很快的就可以掌握到一個 我們容易想到的道理 那就是這一座山基本上是象徵 李教對於寡婦的一種圍困跟隔絕 所以我們這位李丸呢我想請你們注意 幾句描述她的非常重要的 這個關鍵語詞 這個是出現在第四回的第一頁 來請各位看一下65頁這邊有提到 我們李丸呢不只是身為寡婦 才遭受到這樣的命運 實際上她從一出生就被當作是一個 非常傳統的一個女性的標準來教養的 所以這一段話請你們要在這邊做個補充囉 請看一下她也是精靈名幻之女 請注意父親的名字叫做李守忠 請注意她是守著忠道守著正統的 一位傳統士大夫 那麼帶著就是傳統的信仰 傳統的女性價值觀 然後呢本來呀 足中男女無有不宋師讀書者 所以要注意喔 宋師讀書這基本上是這種名幻大族 出生的這個家族子弟 包括女性都會有的基本教育 所以這個李守忠非常特別 她曾繼這個大家族以後 很特別的 她認為女子無才便有德 這句話你們已經非常熟悉了 所以生了李氏時呢 就不讓她這個十分的讀書 不過呢將一些具有那個女性典範的 那些書籍給她做參考 這個基本上就是從小讓她內化 這一套價值觀的啦 所以讀的是女四書啊 烈女傳 請注意烈女傳的烈並沒有四點 下面沒有四點火 那就會搞錯了 我們李完一點都不剛烈 那所以呢讀的是烈女傳 就是各式各樣女性的典範 然後呢什麼閒緣集 你們一望就可以生意 就只讓她讀這些書 讓她認得幾個字 既得前朝這幾個閒女變罷了 你從小受這種教育 你當然是就是這樣的價值觀 所以呢直以仿跡警救為要 所以取名為李完 這個李完是這樣子的 來有一位學者 二三十年前的一個研究 我覺得可以作為參考 他認為李完這個名字的命名來歷 是李白的詩 因為李白詩有一句叫做歸人李完素 歸人你看又是跟女子有關 那受限於生歸之中的女性 那麼在過去的性別差異的對待之下 她們從事的最重要的生活的活動是什麼呢 就是李完素 這個丸跟這個素 那丸跟素都是精美的布料嘛 所以呢就是紡織啊 女工啊 就是副工好的一個體現 那所以這個李完素 就是她們整天在進行的一個行為 那所以呢這裡面的李完 那位學者認為呢 就是這個李完那個命名的來源 我覺得很可以作參考 那當然到底曹月琴是不是 從這裡得到的靈感 我們當然已經沒有辦法追究 不過這個說法可以幫助我們理解 曹月琴他是怎樣的跟過去 一千多年甚至兩千年的 豐沛的這個文化跟文學資源 在做對話 在做吸收 所以我們說他是吉大成的百科全書 不是沒有道理的 然後呢 請各位再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那一段還沒有念完 所以呢 請看他字公才 有沒有注意到才這個字一樣 也是女性的紡織的行為之一 好啦 所以這個李完雖然青春善偶 請你們注意因此這兩個字 因此這李完雖青春善偶 居家處高粱錦繡之中 竟如稿木死灰一般 一蓋無見無聞 唯之是親養子 外則陪侍小姑等真子送讀而已 這一展斷非常的重要 那麼我剛剛提醒你們 這個因此是什麼道理呢 我後來發現 《紅樓夢》裡面有好幾個地方 當他在描述這一個人物的個性 跟他的言行舉止的狀況的時候 他會跟前面的某一種過去的遭遇 做一個連結 而這個連結用的是代表因果關係的因詞 因詞是一個因果關係的連接詞 一個遞接詞 所以他無形中在告訴我們說 一個人的性格怎樣養成 事實上跟他後天的教育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不是這個李守中用這種方式教育他 他怎麼可能做到青春喪偶 而一副搞木死灰的樣子呢 換作是你們從小不是那樣養大的 你今天青春喪 不對 我覺得好像烏鴉嘴 可是沒辦法嘛 設身處地一下嘛 那你這個時候發生這種人生的悲劇 你就甘於搞木死灰一蓋無見無聞嗎 恐怕就很難了 所以我覺得《紅樓夢》 他事實上非常清楚的認識到 一個人的人格的養成跟他的塑造 事實上跟他呢 尤其是特別在兒童時期的那個 正在形成這個性格的關鍵歧視 息息息相關 他完全沒有忽略掉這個層面 你不要以為他用個什麼正邪兩副 來解釋這種很特別的人 就以為先天秉賦就可以解釋 就可以決定你現在所有的一切 絕無那麼簡單 我覺得曹月芹絕不naive 曹月芸絕對不會那麼無知 曹月芸絕對不會那麼的單純 不然寫不出《紅樓夢》這樣的書來 所以我們如果用那麼單純的 簡單的信念去看 去解釋《紅樓夢》 我想恐怕會真的是原木求魚 所以這裡的因詞請各位注意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會看到這個因詞 曹月芸很清楚 但是很隱為的告訴我們說 後天的教育是形成一個人格的 重要的一個因素 這個請你們特別注意 好啦 所以這個青山邪祖 我認為除了什麼含蓄韻界的美學原則之外 他當然也代表了一種 好 這個寡婦的阻隔跟圍困 他就被這樣的禮教沒有道理的 就把他孤立 然後讓他把整個生命的這個生機 給斷然葬送 那這當然有他的教育的這個幫助 可是除了教育之外 後天整套的社會規制的設計 都在補強這一點的話 那麼這個寡婦幾乎是沒有頓逃的餘地 鋪天蓋地 他事實上是沒有任何的出路可言的 好 那所以這個青山邪祖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寶玉後來在談到 來 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麼他是不是後來談到那個什麼 臨水水無緣 背山山無脈 還記不記得 他覺得這個山是突然冒出來的 前面也既無所成 也沒有他的一種自然的理路 所以他長篇大論的這種所謂的答覆問 那麼基本上都是在抗拒 李教不人道的那一面 請注意 李教當然有不人道的那一面 那要看人怎麼去執行 可是李教也有他非常合乎人情 甚至提升人性的地方 這是我們之前跟各位提醒過 不要一聽到李教這兩個字 腦海裡面就一棒把他打死 以為他一無是處 天下沒有這樣的東西 真的天下沒有這樣的東西 沒有這樣的道理的 那請各位不要用這麼簡單的 一個簡化的思維來看待 好 所以就此來說 我們要再補充一點 因此我們寶玉在大官員中的 道鄉村唯獨在這裡發表這麼一大篇的那一種 抗議式的一種宣言 某個義來講他其實就透過這個賈寶玉之口啦 曹學信在告訴我們說 在這一個呢比較而言相對而言呢 比較自由 比較可以尊重個性 比較可以讓你獲得一些平等待遇的 這樣一個女兒的樂土 竟然呢就有一處那麼打造出來 限定某一個特別身分人的一種牢籠 所以你不覺得這就是對李丸的一種活埋 所以某個義來講 這一座青山協主啊 他其實就像一個那個活埋李丸的墳墓一樣 所以讓他困在那個地方卻咫尺的大官員的大官 卻竟然只能目睹 而卻不能夠內化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這實在是太奇怪的一件事情 大官員中唯一非大官的所在 那不就是一個很奇怪的矛盾的 不合這個自然之理的一種這個莫名的所在嗎 所以他的莫名其妙就在於這裡 所以那個賈寶玉就會覺得很奇怪 大官員這樣的地方突然孤立這樣出來 沒有道理的 那你就可想而知他的雙關的意義 好 所以我把這個青山協主解釋為 禮教對於寡婦的一種過渡的 那麼也因此不盡人情的那種隔絕與圍困 這個是來應該是合乎李丸 這個人物設計的一個解釋 但是當然不只如此而已 這個活埋李丸的墳墓 難道就沒有任何突圍的掙扎嗎 有的 人性是不可能完全被抹煞的 你從小在怎樣的教育 人性當中終究還有一些本能的渴望 那個渴望包括什麼呢 包括自我實踐 包括得到別人的讚美跟肯定 對不對 包括在獲得愛 或者是在擁有愛人的能力 這個是人永遠沒有辦法被任何力量 所連根拔除的 所以李丸事實上即便在活埋的同時 我們看到已經是一片灰燼 所謂的那個枯井無水的一個狀況 但是真正的生命的那一種本能 還依然潛伏 所以我覺得李丸他並不是一個 完全被徹底活埋的一個已經死亡的狀態 相反的與其說他是死火山 不如說他是修火山 好 怎麼叫修火山呢 表面上已經沉睡了 而且甚至已經死亡了 但是他的內在還有一些餘靜在燃燒 偶爾呢蘇醒過來就噴發一下 讓我們意識到原來李丸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那活生的人會有什麼反應呢 活生會有什麼反應呢 會愛人對不對 所以也會討厭人對不對 然後也會嫉妒人對不對 所謂的貪嗔痴愛 對吧 這個我們在李丸身上 看得到嗎 看得到 我們講到這個人物論的時候 我們再詳細的說 但是呢 你們可以在腦海裡面趕快搜尋一下 講到討厭別人 李丸真的就一點都不搞目死灰 一點都不波然不新耶 他曾經很有意思的我發現喔 只有他公然表達過對某一個人的討厭 最奇怪的是那個人真的滿討人厭 可是呢 大觀園中 沒有任何人表達過這種厭惡的情緒 可是唯一表達出來的是李丸 想到了嗎 有啊 那時候就是這個人是很孤僻嘛對不對 很難相處嘛 你們不要忘記 林大禹唯一被人家嗆聲的是不是就是他 還記得喔 那就我們講過嘛 只有妙玉他只不過是問一下這個水 是不是去年捐的雨水 這個妙玉就長篇大論 諷刺人家你這麼個人近視大俗人 連水都藏不出來 奇怪了 那我大概會被妙玉被罵到18層地獄去了喔 奇怪了 那個水又有什麼好計較的 好 總而言之 那這一段你們還記得嗎 好啦 那答案呼之欲出吧 對啊 李丸就是公然表示過對這個人的討厭啊 那個是在第50幾回吧 因為呢 他們又在作詩 然後呢 我們的可憐的寶玉又什麼落地又壓尾 他每次都最後一名對不對 然後他都很開心 所以我們要學習他的豁達 然後他就被罰啦 那李丸就罰他什麼 非常雅致的一道處罰 還記得嗎 就是罰他去那個隆翠庵 去要那個盛開的紅梅花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李丸說 我本來就是看到那個隆翠庵的梅花開得很好 本來是要幾隻回來插 可厭妙玉為人 我不理他 我叫寶玉去要 然後呢 這個史湘雲就說 就叫兩個丫頭跟著去吧 抱著水瓶去 林黛玉說 不要 有人去了 反而不好 史湘雲一想 對 好 對 寶玉一個人去 他一個人去就可以要很多回來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齁 都知道什麼原因 萬一寶玉後面跟著兩個丫頭 你以為人多 手背長 可以多抱幾隻 錯了 我們的妙玉心思 雖然蠻 詩雖然蠻曲折的 不過也蠻好猜測的齁 知道了齁 我不用說了吧 因為有別人在 我們妙玉是不是要有一個精實的姿態了 反而就要不到 可是只有寶玉一個人去呢 嘿 這下子機會就大了 好 我們寶玉很甜 嘴巴很甜 很會說話 好 那麼我們請大家看一下在767 好 第50回 已經是50回 他們做完了這一個魯雪庵的連句 然後呢 來 請看這一段 最後一行喔 他說啊 李丸說我今天一定要罰你 就是寶玉每次都一堆藉口 這個也不會做 那個也不行 然後呢 一副還不知反省的樣子 還覺得他是一個自由派你知道 所以李丸終於要罰他了 他說呢 我才看見龍翠庵的紅眉有趣 我要折一隻來插瓶 可厭妙玉為人 我不理他 如今罰你去取一隻來 那請翻過來 眾人都倒是罰得又有趣 寶玉也很樂為 答應的就要走 請你們注意喔 湘雲黛玉一騎說道 這邊我實在忍不住要提醒你們囉 我們林黛玉何嘗跟別人異口同聲的說話 請注意在45回之前幾乎絕無僅有 他是一個非常孤傲的人 所以還記不記得他是所謂的目無下沉 對不對 眼睛是看不中眼的 你們這些人他都看不在眼裡的 所以他根本很少跟別人是異口同聲 但是我做了一個林黛玉的研究 我發現大概在40中間這個45回之後 大約死後他經常跟別人 一起異口同聲的說話 要不是跟史湘雲 要不是就是跟寶釵 要不然就是跟探春 好 要不然就三個一起 好 那麼這種現象越來越多 那這非常的有趣喔 我們還是專題的時候再說吧 只是這邊看到實在忍不住提醒你們 這種小地方都隱含了很多的意義 一個人在改變 你不仔細觀察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訓練Sherlock Holmes的那個眼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要剪掉 好 來 請看 那個湘雲跟黛玉一起說 外頭冷得很 你先吃杯熱酒再去 好 下面請你看一下 湘雲跟黛玉彼此合作無間 請看 湘雲就直起胡來 黛玉遞了一個大杯 遣珍了一杯 湘雲笑到你吃了我們的酒 你要取不來加倍罰你 那薄玉盲吃了一杯冒雪而去 好 那請看一下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林黛玉 在行為上面跟史湘雲是不是搭配的天衣無縫 非常流暢的互相合作 林黛玉之前不是這個樣子的 好 所以你們請注意 這已經到了50回 好不好 我們林黛玉事實上有前後期的變化 只是我們的讀者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固執在他早期的那個樣子 所以對他很多的變化就很自然的視而不見 所以成見真的會掩蔽我們的眼睛 一定要小心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了 李丸命人好好跟著 請注意 所以現在是黛玉 李丸 我剛剛講錯了 李丸命人好好跟著 黛玉說不必 有了人反不得了 李丸點點頭說是 所以大家都心領神會 了解 好 那麼這一段我們簡單說完之後 請各位就注意囉 我們的李丸 請注意 真的 在整部《紅樓夢》當中 我只發現李丸公開表示 他對妙玉的討厭 其他人真的都沒有 你們再想一想 再找一找 真的沒有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個搞木死會的人 一個呢 這個枯景當中 無景水的人 竊心 古景水的人 為什麼他竟然在這裡有這麼強烈的情緒 我覺得這就是很值得我們去推救的地方 所以我對於這兩個人的人物論 做了一個另外一個專題的研究 下面就更有趣的一點是 明明廟宇的處境呢 跟李丸是最接近的 他們事實上是同類 換句話說 一個是因為禮教的關係 而被阻絕跟圍困 一個是因為宗教的原因 是不是就被關在隆翠岸裡面 一樣是與世隔絕 可是為什麼這兩個人處境這麼的近似 但是彼此之間呢 不要說彼此啦 單向的 李丸卻對妙玉有這麼強烈的情緒反應 依反其他眾人的場情 這中間一定有非常特別的一些心理因素在 而這個心理因素呢 觸及到人性中非常微妙的那個部分 事實上他也體現在我們的周遭 所以呢 休息10分鐘之後再說 下面我們沒有按照順序 為了要跟李丸做直接的比較 我們呢 請大家注意一下 大觀園中還有30組閣的這種設計的呢 恰恰就是龍翠岸 這個是出現在第49回 各位回去自己看 我們先從螢幕看這樣會比較快 那麼寶玉呢 因為就是很渴望能夠呢 大家怎麼樣 永雪來這個作詩 所以就非常期待第二天學會請有沒有 他就怕一直下雪那大家就沒有機會 那第二天一起來呢 哇 發現了天光地面雪光交相應 他非常的高興 所以呢 因為他們那天就可以開始 大家永如作詩 這樣就一個雅士就可以真正的來實施 所以呢 寶玉出了怨門 四顧一望 並無二色 因為呢 這個天上人間 都在一片這個粉妝玉琢之中 所以他說遠遠的是輕鬆翠足 那麼自己卻如裝在玻璃盒內一般 那麼於是 請注意這句話 他走至山坡之下 順著山腳 剛轉過去 已聞得一股寒香伏鼻 回頭一看 下是尿玉門前 隆翠庵中有十數珠紅莓 如煙之一般 硬著血色 分外顯得精神 好不有趣 好 那寶玉呢 便站住 細細的賞萬一回方走 那麼就這段情節來說呢 有好幾個重要的訊息 我真的要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其實照這個產述 就這個描述來講 隆翠庵簡直跟道香村是連生的形態 他們根本上是同一個模子製造出來的 怎麼說呢 你們看一下至少就這一幕來說 整個隆翠庵是不是就是 置身於一片雪白之中 沒錯吧 那我們的道香村是不是置身於一片泥黃之中 好 這個都是最沒有鮮豔的這種的一種 反正最不搶眼的一種色彩 好 那只是這個雪 當然就特別顯得更加的 有某一種捷徑的堅持啦 那這跟我們妙玉的什麼過節式同賢 這種個性過度的潔癖當然有關 那麼除了這個基調之外 來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應該叫什麼 它的基本顏色 它的基調 或者是說底色好不好 它的基調跟底色其實是非常一致的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好多相近的地方 例如說呢 他們都是與世隔絕的嘛 你看又有山有一個所謂的山石的這個阻隔 那麼這個是我們現在所講的重點 那請看一下這邊有提到 是我們寶玉走到山坡 還要順著山腳轉過去 那才聞到那麼龍翠鞍呢 所散發出來的紅莓的香氣 那所以呢各位請你們注意 好 這個有山石阻隔 這又看到它第三個接近的地方 另外還有一個第三個 這剛剛是第二個 那麼還有一個第三個接近的地方呢 應該就是他們都是與世隔絕嘛 剛剛提到過 一個是宗教的原因 那麼一個是禮教的關係 好 這個是很特殊的 一種那個怎麼講 應該算是一種人文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反正就是一種社會的某一種原則體現出來的 這些對這些人的一種限制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來談第四個 他們呢都種了跟他們的底色 反差鮮明的那個植物盛開的顏色 都是非常的鮮豔搶眼的 我們的那個稻香村開的是什麼花 是不是紅杏 而且是什麼如噴火蒸霞 你知道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安排 它根本就違反什麼搞木死灰的這個一個原理 那這當然就有用意 那我們的這個龍崔安呢 作為一個宗教的一個聖地 照理來說它是不是應該種的是 輕鬆翠竹才合理嘛 對不對 那麼結果它種的竟然是十樹株紅莓 你們知道莓花基本上我們想到的時候 大概都會是什麼顏色 大概都是白色吧 對不對 白色的梅花嘛 然後梅花給我們的那個 在長久的歷史文化積戀之下 它所含有的一個人文精神主要是哪一種 刻苦苦耐勞 你想到的是梅花餐 不止梅花基本上是不是就是高潔嘛 然後是不是很具有這個什麼 林雙雪兒不雕有沒有 就是松竹梅是不是叫做遂寒三有 那指的都是一種很高潔的精神 一種高度的堅持 那麼可是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照理來講龍崔安就算要種梅花 是不是應該開的是白梅花對不對 結果他種的竟然是這個紅梅花 白雪紅梅真的非常的美麗 那所以呢 當然就是要來襯托廟玉 他的這個作為一個貌美的戴法修行的 尼姑還是道姑 那然後呢鞍又是尼姑的 尼姑鞍嘛 好吧 那戴法修行本身又是一個很奇怪的造型 好 所以簡單來說 從這些巫設的這些設計 包括山石設計 然後他的一個植物的一個安排 尤其是色調上面的高反差的搶眼的設計 那麼再加上他們在身分上面 有一些異曲同工的地方 一個是尼姑一個是寡婦有沒有 基本上都被認為 你們應該是斷絕七情六欲對吧 好 那麼就此而言呢 他們的這個身分的歸屬 其實都非常接近 可是最奇怪的是呢 他們其實應該是所謂的同類 但是呢同類卻起了 跟別的不同類的人 所沒有的那一種內訌 好 那這個心理到底如何呢 我覺得我們現在就要來仔細考察一下 這實在太好玩了 那麼首先我們簡單說 我覺得在稻香村盛開的 那個噴火蒸霞的那個紅杏花 他其實也是某一種就是人性中 基本的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的體現 那就是你不可能完全被壓抑的 所以他偶爾呢在某一些情況底下 就突破了稿木死灰 而在死水上面掀起波瀾 所以那個綻放就是他的貪嗔痴愛 那我們只看到所謂的嗔好不好 嗔的這一面 那就是直接對誰所表達 妙玉 對他的同類來表達 這個心理大可萬味很微妙的 那麼我們的龍翠安的紅梅花 又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說過他為什麼不種白梅呢 所以顯然這個紅字 跟噴火真霞的紅性一樣 他們都代表了女性內心當中的 某一種基本的心靈需求 那麼我們妙玉事實上 真在佛門之中六根不敬 他事實上喜歡著誰 寶玉 不但還記得他的生日 然後還把自己用的杯子給他用 然後如何如何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我覺得這個花色的設計 絕對是精心安排過的 都是來象徵 這一種表面上必須斷絕七情六欲的 與世隔絕的女性生命 他們實際上還有無法根絕的 真正的生命的本能 那麼包括愛的需要 或者被愛或者愛人 或者是內心當中 對別人的一些嫉妒或不滿 我為什麼特別強調嫉妒的原因 就在於說 我們李丸之所以對妙玉 有這麼厭惡的表示 其實就是來自於這樣的一個心理 因為我們的妙玉 請注意 李丸透過出生之後的 那個復得的教育 加上來到貴族家庭的那種 非常森嚴的禮教的延續 使得他是不是基本上99.999% 是安於他的稿木死灰 對吧 所以唯一0.0001% 那麼偶然把那個本能沒有被 連根拔起的本能發洩出來的 那是不是就是紅杏花 那我們的妙玉就不一樣了 他事實上是不怎麼安於 這樣的一個尼姑的身分 所以他六根不進嘛 你可以心裡面壓抑不住那種本能 可是你不需要付諸行動對不對 至少他就根本上不忌諱的 那麼就對一個男性公然表達他的愛慕之情 所以是不是連李丸 林黛玉他們都看出來啦 否則就不會有那番對話嘛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妙玉這個人他某個意義來講 雖然身在佛門當中 那麼承受著跟禮教很接近的 那個宗教的禁錮 表面上是禁錮是被對他的人性的壓抑 這個是幾乎我所看到的 大部分對於妙玉的人物論 常常採用的一種主流說法 但是我的研究結果跟這個有很大的不同 事實上我的研究的成果表現出 我們的妙玉他反而最適得其反 他在這樣的一個宗教的禁錮底下呢 竟然得到了一個 連一般人都不可能有的 來遂性發展自我的一個個人王國 他把這個地方轉換成為 為他獨尊的一個個人王國 以至於他的性格可以呢 比林黛玉更加極端化的發展 好 那所以他可以去把林黛玉 都貶低為俗人 事實上是在這樣的背景提供 有沒有注意到適得其反喔 他的個性不但沒有被壓抑 反而被極端化的發展 因此會顯得那麼被一般人 覺得是這麼的不可愛的一個人 那麼這個證據在哪裡呢 我想要來跟你們談一談 那麼就是大約在來63回 好 這邊有一段話很值得我們仔細推敲 好 那麼請大家注意一下 對於妙玉我們的認識不多 最多前面的話就只有在 劉姥姥逛大觀園的時候 我們所看到的那一幕 但是他的過去的來龍去脈 然後他的過去跟現在之間有什麼不同 這個我們必須要透過他的一個朋友 好 事實上妙玉也不會把他當朋友 好 那所以這個朋友要打上引號 對 要透過他的描述 來給我們一些資料 要有資料才能做研究 才能夠做合理的推敲 所以請各位先搬到那個987頁第63回 那就是收了這一個 應該叫做生日賀卡之後的寶玉 不知道該怎麼樣回禮 為什麼呢 禮尚往來啊 為什麼寶玉會這麼的為難啊 就是因為我們的妙玉實在很不合理俗 好 你們都不認真找書都在看螢幕 來 請看 往下看 來 那麼請大家看一下987頁 那麼就在第五行的地方 我先請你們注意這幾句話 他內心中的OS是想說啊 若問寶釵喔 就該怎麼樣回喔 那麼寶釵一定會批評怪誕 那不如問黛玉 有沒有注意到 顯然黛玉比較怪誕 好 意思就是問黛玉他不會批評你怪誕 所以妙玉跟黛玉確實是比較接近的那一種人 所以他覺得好 那我就去問黛玉 可是為什麼要問呢 我們的寶玉事實上在這個貴族世家裡面 禮教之終權之合宜的 為什麼這個他反而這麼樣的手足無錯呢 我就是要提醒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麼這面一整段有好幾個訊息 我們提醒大家 就在986頁的這一邊 來請看一下最後一段 那他們因為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那大家都喝醉了 等到第二天宿醉醒來 那寶玉梳洗了正吃茶 他自己突然發現一眼看到 宴台底下壓著一張紙 那就說你們這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吧 那席人秦文盲問說又怎麼了 誰又有了不是了 那寶玉就說那你宴台下面的是什麼 為什麼沒有告訴我 那一定又是哪位的樣子忘記了收了 那樣子是什麼知道嗎 就是刺繡的那個圖樣 他們因為刺繡一定要有個花樣這樣子去描 那他就以為是這個 那秦文盲起宴台 那麼拿了出來卻是一張字帖兒 那遞給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籤子 請注意粉色的唷 少女心事的體現 好 那麼上面就寫著 上面就寫著什麼呢 請注意你們因為不在那個傳統文化底下 所以你看不出他的蹊跷 所以我們常常讀過就算了 其實不然 我們來看一下他寫的是見外人 你們要念堪外人也可以 廟宇公宿遙寇方程 方程就是生日啦 你美好的生日 我現在遠遠的祝賀你 那麼到底哪裡出問題呢 你們知道嗎 你們如果不知道傳統文化那個禮術 就真的不知道這裡面是大有問題的 所以寶玉看了就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先把他看完 因為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訊息 那麼寶玉看病就直跳了起來 盲問說這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我 那看他這樣的反應啊大家就嚇了一跳 以為是什麼重要人物啊 結果被耽誤了那當然就是一條大罪 所以席人情文見了這樣 不知道是哪個要緊的人物來的帖子 就一起問說是昨兒誰家的這個帖子 你看因為事情緊急了 所以大家就很當一回事 那四兒也飛跑進來說 那是昨兒妙玉沒有親來只大 發個媽媽送來我就擱在那裡 誰知一頓酒就忘了 結果眾人聽了就說我當誰的 這樣大驚小乖這也不值得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寶玉就命快拿紙來 然後拿了紙研的墨 可是看他寫著見外人三個字 就不知道怎麼樣回帖 所以這一段呢請你們注意 第一個重要性是在哪裡呢 很顯然 昨天接了帖子的人 是不是也不在意 所以隨便拿個驗台壓著也沒回報對不對 然後等到被發現了以後呢 寶玉這麼樣鄭重其事的反應之下 大家拼命趕快來看一下 希望不要耽誤了什麼重要人物的 那個來涵的時候一聽說這個是廟玉 大家就一副不以為然 好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很有趣喔 那麼在怡紅院裡面呢 除了寶玉之外其他上上下下的人 好像對廟玉都怎麼樣的不加理會 對不對 不怎麼樣視為一個什麼重要人物 也不覺得想要多跟他有什麼瓜葛 所以你們就可想而知 廟玉在大觀園中的處境事實上是非常邊緣化的 好 但是這個邊緣化不代表他被侵蝕 我覺得等一下我們把這整個問題說完之後 你們就會知道他事實上不是被侵蝕 而是因為大家根本就認為 非我族類可以不用管他了解嗎 他就是一個另類的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所以呢 兩不相設啦 井水不犯河水 基本上是這樣的心態好不好 第二個重要的訊息就是說 讓我們寶玉這麼為難的地方 請注意因為他用砍外人 見外人 因為這個叫做別號 那別號為什麼有這問題呢 寶玉這麼樣的老戀的人 怎麼會不知道怎麼回應呢 就是因為這一種帖子請你們注意 《紅樓夢》中出現過好幾次 那麼大概第一次就又是跟廟玉有關 還記不記得廟玉當初要來到榮國府 那個時候還沒有大觀園的時候 他是不是剛開始是不想來的 是因為這個賈府的當家的男性 他們因為要建造大觀園嘛 那就需要有一些相關的人等 那麼打聽到這個人 那就覺得他很合適 所以要請他來 可是我們的廟玉一開始是怎麼樣 拒絕的 有沒有 算了 我看你們的表情 來 請看一下這一段滿重要的 所以我們請翻到第18回 這邊有一段描寫 來 第18回267頁 來 請各位注意一下 大概在倒數第6行 第7行都可以 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 算了我們還是詳細的說好了啦 請看一下倒數第8 外帶有一個 外有一個戴法修行的本是蘇州人士 祖上也是讀書示範之家 請你們告訴我為什麼用個也字 這一定跟善文有關 那麼所以用個也字表示出 前面所談到的那些也都是讀書示範人家 那麼很明顯是指誰 應該就是假家這一種人的家世背景 好 所以就是說他也是這樣子 所以跟我們家相配呢 事實上是一點都沒有入墨我們 所以我們廟宇的出生也是這種貴族小姐 你們不要忘記 這種小姐她們與生俱來 也就有某一種高傲的個性 林黛玉不也有嗎 然後請看一下 那麼因為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 買了許多替身而皆不重用 到底這位姑娘親自入了空門方才好了 所以戴法修行 今年才18歲 法名廟玉 有沒有注意到跟誰的家世背景好像 是不是跟林黛玉 第一個 籍貫儀都是蘇州人 第二個家世背景是不是也是讀書示範之家 不要忘記林黛玉的父親是晉世出生 你們知道晉世在明清時代有多麼難得嗎 那個真的是萬中選一 所以能夠考上晉世 那真的是又聰明又用功 而且是整個家族的光榮跟驕傲 所以我們甲正當初是不是受到祖父的喜愛 也就是希望他能夠刻甲出生 這事實上是表示對這個孩子的莫大的期望 也是對他資質的莫大的肯定 你們真的不要忘記這個文化背景 然後請大家看一下 再加上他也是自小多病 而且很奇怪他們治病的方法都一樣 是不是都是要出家 有沒有 只是我們的林黛玉有沒有出家呢 沒有 所以他是始終疾病纏綿 沒有終究根除 廟玉真正親自出了家 所以病好了 有沒有 差別只在於這裡 所以他名字裡面又有一個共通的什麼字 玉 所以廟玉是黛玉的從相 這個簡直沒有問題的 好 然後呢 這位廟玉也是一樣父母距已亡故 身邊只有兩個老媽媽一個小丫頭服侍 怎麼樣他現在的家世情況 是不是也跟林黛玉一模一樣 林黛玉是不是也是父母雙王 來到甲府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一個極老的奶娘 加上一個血焰 一團寒氣 還記得嗎 所以就是家世已經非常 當然非常顯赫 可是到他們這一代已經變得非常的孤零了 那麼所以就只好都依依親而活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共同的處境 然後當然啦 文莫也極通 就林黛玉不也是嗎 然後再來模樣而又極好 不要忘記林黛玉一哭 是不是連旁邊的素鴨都不忍在聽 特樂樂的飛走了 所以他們都長得很漂亮 好 所以你看 因聽見長安都中怎麼樣 這個長安很明顯是指什麼 芝匹也曾經講過長安有沒有 我們石頭要投胎是不是又就是要到長安中 這個長安就指什麼 他已經是一個文化駙馬指的就是京城 那清代的京城就是哪裡 北京嘛 這個是你們要知道怎麼去轉換 這個長安已經就是一個文化駙馬的意義 就是指京城不是真正今天在那個陝西的西安 好 總而言之 那所以他駐地要來到這個賈府 好啦 總之請各位看一下 那經過了這一番介紹之後呢 王夫人覺得這個人不錯 那麼他因為這個師父的交代 所以他沒有回鄉 那還留在這邊 請看到數第二行 王夫人不等回完那 便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 那林芝校家的就回說 請他呀 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室鴨人 我再不去 有沒有 這個高傲的人當然不願意屈居人下 所以他也很不願意那麼去養人鼻息 所以他拒絕了 那麼請注意下面 王夫人笑說 那他既是官幻小姐自然驕傲些 就下個帖子請他合法 好 那林芝校家的答應了出去 然後就寫請帖 就去請他 有沒有請動了他呢 有沒有 你們不能回答 當然有啊 不然下面怎麼還有他的故事呢 好不好 所以你們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嗎 你口頭請他不願意來 可是哪一個方式就很有效 他就願意來了 下帖子請他 那為什麼下帖子這麼有用 你們今天都不知道帖子是怎麼一張紙對不對 你錯了 在傳統的社會裡面 尤其是明清 所謂的帖子他就等於本人 就等於我親自的意思知道嗎 所以我下帖子給你 就是我以王夫人 假家的當家女主人的身分 我們甲骨這樣的人家 我親自到你那裡去請你來 這不是很莫大的禮遇嗎 這樣懂了所以這種帖子要注意 就是非常的正式 代表我親自登門造訪 所以這種邀請是非常隆重的 以至於這種帖子上面所寫的彼此的名號 絕對是要正式的名字 不可以是別號 不可以是你的外號這一種東西 不可以用字知道嗎 因為這就是你正式的一個 自我的一個身分 所以帖子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禮節的一環 那所以我們的廟玉就是用帖子請來的 好啦 那現在他也用帖子 來慶賀寶玉的生日 這說實在都是算很隆重了 懂我意思嗎 只是所以寶玉才會跳起來 第一個這次廟玉當然不可怠慢 第二個他用帖子要注意 你們真的要回到人家的文化脈肉底下 很多情節才會正確的判斷 那問題就是我們的廟玉的怪誕在哪裡 寶玉都說怪誕了還有什麼好講 所以請各位回到63回 那到底怪誕在哪裡 我們剛剛已經提醒了 帖子該怎麼寫 必須要是你正式的名字對不對 這是很隆重的禮節 你當然不可以用別號 因為別號是一個你在隱居或者是員林 或者是那一種私人場合底下互相稱呼的 那比較隨便啦 知道齁 結果呢 我們的廟玉怎麼樣 他的帖子上竟然寫了一個什麼詞啊 所以我們寶玉就很為難啊 987的第四堂不是說已經都拿了筆 拿了紙言了墨 看他下著見外人三個字就不知道怎麼回了 所以關鍵在這裡 因為見外人是他自己的外號 了解嗎 然後呢我用外號加個外號 然後下面才是他的把名 就是廟玉公訴遙寇方程 所以這整句話裡面 就是出在這個見外人的問題上 因為他實在很不合理數啦 很違背那個禮節的那個常規 那寶玉沒見過這樣的用法 知道嗎 沒有潛力可循 所以他就為難了 所以他只好去問林黛玉嘛 林黛玉說不定也很怪誕 然後就想出怎麼樣以怪誕回覆怪誕嘛 對不對 這個叫以毒攻毒嘛對不對 那麼所以他就準備要去找黛玉 就在這個到蕭香館的路上呢 請往下看 剛過了慶芳亭就見到行秀菸 戰戰為為的迎面走來 兩個人就有一番對話 我們只挑重點來看 那麼行秀菸是要去找廟玉說話 寶玉聽了就很差異 為什麼差異 這個人非常孤高自許對不對 萬人不入他目中的人 竟然有人他願意來跟他講話 這不得了了 真的是一個奇蹟 那所以就說他為人孤僻 請注意下面的描述 他為人孤僻不合時宜 萬人不入他目 那麼原來他推重姊姊 所以敬之姊姊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 我們寶玉很樂於自貶對不對 所以才能夠投廟玉之所好嘛 投這些姊姊妹們之所好 那所以他就說原來你姊姊 你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你更高一級 所以才能夠跟廟玉比肩 那行秀菸就說其實也不是啦 這個四個人沒有因此而驕傲自大 他非常知道本質是什麼 他說他未必真心中我 只是因為坐過十年的鄰居 一牆之隔 那他在盤香寺修煉 那我家是寒宿 那麼為那麼令的就是他廟裡的房子 就有這樣的一個進水樓台的 那麼距離的因素 所以又加上十年的時間累積 吳氏就到他廟裡去作伴 那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 那麼跟他又是憑賤之交 又有辦事的這個勤奮 好 所以那因為後來行秀菸搬走了 投進去了 那麼注意 聞得他因不合時宜 全世不容盡投到這裡來 這幾句話請你們要畫下來 因為我等一下有話要說 然後所以今天有千元湊合 結果大家就在大觀園裡面碰面了 所以這真的當然也是非常非常的巧合了 那寶玉聽了就整個人醍醐冠冠頂 非常高興 然後就說原來行秀菸他也很與眾不同 頗有一種仙雲野鶴的姿態 原來就是有個妙玉的這樣的情分 好 可是請看倒數第三行 他就把這個敗帖拿給行秀菸看 秀菸就是要說注意喔 下面這段話更重要 他說他這脾氣竟不能改 竟是生成這等放膽鬼癖了 從來沒見敗帖上下別號的 所以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那個文化的背景 他們的禮俗沒有這樣做的啦 所以妙玉真的是非常的奇怪的一個人 他說這可是俗話所說的 生不生 俗不俗 女不女 男不男 成個什麼道理 這段話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有好幾個訊息 我們下面就不念了 來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來考察一下妙玉的性格 從剛剛第十八回他第一次出現 他的性格就是哪一種特質最鮮明 請用文本裡面的用語 王夫人說的他既是觀幻小姐自然驕傲些 你們再注意幾個訊息 首先他認為他用自然這個詞 自然就是自然而然 那換句話說那段話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呢 觀幻小姐跟驕傲些的關聯是什麼 是不是還是一樣跟你的出生背景有關 因為你出生觀幻 你的階級比較高 這種人家出來的小姐是不是就會比較驕傲 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 性格養成的一個原則 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喔 紅樓夢明明處處都在告訴我們 後天家庭背景的教養非常重要 那你為什麼只一天到晚 只注意到什麼正邪兩父呢 正邪兩父當然很重要 可是他只有一半的重要性 還有另外一半是跟他後天的環境有關 然後其次我們要看的是呢 我們的廟遇就在這樣的家庭背景底下 恐怕跟他先天也是正邪兩父有關啦 總而言之他本來就已經驕傲些 請問那時候他幾歲 18歲啊 剛剛不是提到嗎 他18歲 這個年紀你們要稍微記得一下 這時候性格都已經養成了對吧 18歲大概大致都已經底定 可是請你們注意 從他受到禮遇被邀請到大官員來住 到第63回 這中間是不是經過了幾年的時間 好 那麼這幾年的時間 我們的廟遇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 來請各位看987頁這邊所提到的喔 他這個個性事實上一直沒有改變對不對 在還沒有來到大官員之前 他已經是一個什麼樣的個性 換句話說是在驕傲些 因為驕傲些是他要被迎接到大官員時候的 那個性格的描述對不對 但是他被邀請到大官員之前 我們的行修院是不是做了一個描述了 有沒有 這個是之前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個性是什麼 不合時宜對吧 好 他的個性顯然一直都是這麼的驕傲 所以不合這個時宜 好 然後呢請你們再注意一個小關鍵 他的這種不合時宜事實上在現實人間 很難立足啦 所以權勢不容 注意到了嗎 沒有誰能夠受得了你這個脾氣 你不要搞錯 你現在只不過是一個人 你們家世也已經敗落下來了 結果呢還一副那一種頂天立地 不把別人看在眼裡的樣子 你說權勢的人他也比你驕傲 對不對 誰願意要屈尊你之下 除非大家都是賈寶玉 於是呢 於是下面這句話就非常重要了 權勢都不容的妙玉 大家都受不了的妙玉 誰收容了他 誰容他 而且用下帖子的方式去禮喻他 是不是王夫人 而且也就是賈府 所以你們就應該要點點滴滴好好體認 賈府真的是一個寬厚的人家 王夫人真的是一個慈祥寬厚的人 他並沒有討厭這種個性的人 有沒有注意到 他反而覺得合理啊 所以我們就既然他這樣子 我們尊重他的個性 我們就用這種大理來歡迎他 所以王夫人真的是如我們一般人 所以為的那樣的那樣的什麼 什麼罵人的話我一時都想不起來 那樣子的惡毒殘暴 然後什麼欺壓少女 是什麼封建禮教的筷子手 這是我非常常見的 我所謂王夫人人物論的主流 可是我看到的真的都不是 所以你們可不可以參考一下 好 現在下面還有進一步的發展 從不合十一權勢不容 然後到了這種驕傲的性格 來到了賈府之後請你們注意一下 這已經是住在園內的生活了 園內生活的幾年 那他的性格有沒有再度變化呢 好奇特啊 我們的行秀煙 他就在現場的當下 然後對於過去的行秀煙 到現在的一個發展變化 他提供了一個對照組 而這個對照他告訴我們什麼呢 來 請注意 他說這脾氣怎麼樣 靜不能改 他不但在假家住著 完全沒有受到任何的壓抑 沒有受到任何的阻力 所以他的個性不但不改 請你們注意下面的話很重要 竟是生成這等放膽鬼屁 你們知道什麼叫生成 生成就是有一個發展變化的一個過程 換句話說這個驕傲不但不能改 而且還進一步發展 發展成什麼樣子呢 叫做生不神 俗不俗 女不女 男不男 這個叫做放膽鬼屁 所以本來只是驕傲些 結果呢 在我們賈府的大官員之中啊 他不但性格不用改 而且越來越極端化的發展 放膽鬼屁 所以連行秀煙都覺得 我跟你這麼多年不見 你在這裡竟然把個性發展成這個樣子 所以連他都不以為然的對不對 成個什麼道理 這個現象我要跟你們提醒的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很明顯 賈府真的是一個非常寬容的人家對不對 我讓你住到我們家裡來 可是我非常的縱容你對不對 讓你呢可以為所欲為 某個意義來講 好 就大官員中在開帝一個隆翠庵 因為有宗教的加持裡面是不是有菩薩的 然後所以賈母來到這裡 是不是都還非常的客氣說 我們是吃了酒肉的 不要衝撞到的菩薩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這個宗教 反而帶給妙玉這種個性的人 一種非常獨特的防護罩 所以反而一般的人間禮數 更不會干擾到他 所以他的個性就更被極端發展 那麼極端發展到放膽鬼屁的 具體內容是什麼呢 請注意 生不生俗不俗 女不女男不男 用兩句話來蓋光 生不生俗不俗是一種身分樂界 他不遵守宗教的界線 女不女男不男是逾越了性別界線 對不對 所以你看明明是出家 照理來講應該是中性的 他就代法修行 可是代法修行是不是有一個女性的魅力 了解嗎 你們知道那個代法修行的道姑 特別有一種美感耶 比起那種濃妝厭抹盛妝的那個樣子 其實別有一番飄飄然的那種 輕力脫俗的那種風韻喔 所以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道理 所以請你們注意 他就是在身分跟性別上面的這種雙重樂界 而樂界某個意義來講 就對那些謹守界線而言呢 就會構成一種怨恨 所以我要來跟你們分享 好 我讀到的一段那個一個哲學家的分析 所以哲學家真的很重要 那麼據說Holmes就是哲學家加科學家的頭腦 好 果然很迷人 好 總而言之 來 我們就念這一段給你們聽 這是我從文章裡面摘出來的 所以我們來進一步探究為什麼 李丸公然表示對妙玉的可厭 我認為李丸心中除了淡淡的嫉妒之外呢 就是對於妙玉他不守在界線的那一種愉悅 而導致的一種怨恨 那麼跟不滿 所以你看妙玉是為人孤僻 不合時依 萬人不入他目 又生不生 俗不俗 女不女 男不男的 這種雙重樂界 好 那麼當然更重要的是呢 這一種 對於這一種妙玉性格的不滿 並不是出自於一般的排斥 反常的異類的那一種心理而已 不是 請你們注意 生不生 俗不俗 女不女 男不男的性格跟作為 實際上它造成了傳統禮教 所不容的性別樂界跟身分樂界的一種雙重叛逆 所以它展現出一種橫跨兩個世界 而因此不能歸類的那種模糊性 下面打上這個黃色底色的 就是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麼這位社勒他是一個非常 也算是很有名的一個哲學家 他很有名的一個論點 就是來分析人類的怨恨心理 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好有意思 我們身邊也看得到這樣的心態 火蹦亂跳 他在那個道德建構中的怨恨裡面就有提出 我至少其中比較簡單的話 他說怨恨的根源都跟一種特殊的 把自己跟別人進行價值攀比的方式有關 意思就是說你為什麼會怨恨 這背後同樣的本質都是來自於 你在跟別人進行一種價值攀比 就是你在跟別人比較啦 結果你又比不過別人 比不過你又沒有辦法 因為你沒有能力就是沒有能力 比如說你又長得比較醜 這也沒辦法就會去整容 可是這你還是知道你不如人 那類似才能啦 財富啦 這些 在比較之下你就發現不如人的時候 你就產生怨恨 好 那麼最重要的是說 最重要的是說 你不會隨便去跟別人比較 懂意思嗎 為什麼 你們真的仔細細想一想 你會比較的對象一定有一些限定的範圍 這就是我們下面要說的 因為這我自己已經考察出來 後來看到他的說法講得更精緻 所以跟你們分享 他說這一種價值攀比往往是在等級內進行的 就是你一定會跟你同等級的 同類的人來做比較的 所以你會怨恨的對象 一定是你潛意識也好 意識之中也好 都是你視為同等級的或同類的人 你才會去比較 你才會怨恨 好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態底下 每一個人都會覺得自己的位置是安置好的 你必須在給自己安定的位置上 來履行自己特別的義務 我們理完是不是就履行了 禮教的義務 對不對 所以他搞木死灰啊 他不要 他也非常安然他的處境 所以他不是竹裡茅舍自甘心 你就看到自甘心就是他真的安於這個 人家給他的位置 然後他也很徹底的來履行自己的特別的義務 而這樣的觀念事實上是支配著他所有的生活的關係 沒錯吧 理完就是這一類的人 也因此他的自我價值感和他的要求 都只是在這個位置的價值的內部打轉 理完是不是就是這樣的一個體現 然而一旦在攀比的過程當中 你發現明明跟你一樣的同等級的同類的人 他竟然逾越他櫻然的位置 不像你這樣子的守住他的位置的時候 你就會引發道德建構上的怨恨 懂嗎 所以我覺得理完之所以會唯一的 公然表達對妙遇的那種不滿 我真的就是因為最根本的原因 因為他們是同類 所以我一開始不跟你們說 一個是宗教 一個是禮教 他們事實上是同類型的人 那麼這就是非常符合哲學家的觀察 你不會去跟一個跟你不相干的人比較 你不會說超人怎麼能力太多可以飛 我都不行 我怨恨你 不會吧 因為根本不在你的世界裡 你會比的一定是你旁邊的人 或者是你認為跟你不自覺的 你設定為跟你是同類同等級的人 結果他竟然比你強 然後於是你就產生了怨恨 然後這個怨恨後面 當然就有很多的不好的行為了 然後我們就不說了 所以各位就要注意 我覺得《紅樓夢》真的非常有意思 他當然沒有讀過社樂的話 但是如果連這個道理 我之前都已經體認跟思考出來了 那沒什麼道理 曹雪芹不會觀察跟體認到這個程度 所以很微妙地融入到這些人物之間的關係裡面 所以如果回到我們的這個 山石設計的這個專題 我們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所以雖然他們都有所謂的青山協組 都有山石的這種圍繞 當然也構成他們跟外在世界的阻隔 也可以說對他們個人的一種圍困 但是對於當事者所造成的影響跟效果 剛好相伴 對李王而言他受到的是禮教的壓抑 因此他所住的非大官的道鄉村 簡直就是他埋葬自我的墳墓 而且他也甘願被活埋 但是妙玉不一樣他是受到宗教的力量的一種影響 那麼給了他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 但是他並沒有受到壓抑 而因為宗教的神聖力量 反而給他一種外在的助力 以至於可以讓他超越一般的俗情 跟那些禮教的困擾 於是在裡面他可以那樣極力的發展自我 從驕傲些 然後生成這等放膽鬼癖 而形成性別與身分的雙重越界 於是隆翠安就是他遂性自恃的個人王國 完全唯我獨尊 有沒有注意到 連賈母來到隆翠安都是要以客人的身分 那樣子的禁錦遷功 因為菩薩在背後加持了妙玉的身分 好啦 所以我想我們要仔細的去考察 每一個人物他事實上絕對不能夠 用一個抽象的觀念來理解 不要一看到有宗教就是壓抑人性 誰說的 不同的人在宗教的一個處境底下 他可以有各式各樣千變萬化的可能性 那麼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如實的 那麼精確的 然後深刻的把它闡述出來 所以我覺得同樣是山石圍困 但是我們的妙玉跟李丸對於 那麼他們的這個身分跟他們的處境 所產生的效果跟他們性格的發展 卻卻實實正好是適得其反 好啦 所以你們來看看 我們這位妙玉真的難怪 其他人根本就懶得理他啦 講難聽一點 但是只有李丸本來你更應該搞慕死 會沒有情緒波然的 結果反而對這個大家都不敵人 你反而有特別強烈的情緒 所以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妙玉真的是雙重的越界 他一方面處在宗教出世的聖地 但是心系俗世的生活情緒 不要忘記他連喝個茶都要很講究 要用的是梅花上面所收的血對不對 這個不是比一般的文人雅士更要來的講究嗎 然後又戴法修行 那麼所以你看雖然眾生入道了卻成緣 但是又畏捨一股朦朦朦朦的兒女情愫 結果就像這個戴法修行的 這樣一個很奇特的形象一樣 性別上 那麼雙腕男性跟女性 這是一種很意直的組合 那麼在宗教上又橫跨入世與出世 這是一個背反的統一 結果請注意我覺得他是形成一個道姑跟名流的一個矛盾綜合體 他既是道姑可是又過著名流般的生活對不對 你家裡他連喝茶的那個茶杯都是故宮博物院典藏級的 對不對 你就可想是簡直就是名流的生活 所以這個人是一個矛盾統一體 所以對於一個守在等級內履行 這個位置應有義務的李丸而言 他當然就覺得這個人討厭了 而且比別人更討厭 所以他徹底模糊了界外跟界內的奮激 所以這個人是一個很獨特的類型 好 那所以我們了解到這一點之後 那麼把這個就簡單先交代到這裡 我下面還是談一下 另外一個有三十設計的重要人物 那個要花很多時間 沒關係 我們今天講到哪裡算哪裡 來 各位請看講義 我們的第四個有三十設計的人 當然就是恆無怨 這個是在第十七回就有出現到的 那麼至於它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看時間能夠談到哪裡就算哪裡 但是請各位先看文本 怎麼樣來描述呢 圍繞在恆無怨前面的這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山石 你們一定要記得喔 恆無怨的怨怎麼寫啊 寫色字我要扣分喔 恆無怨的怨 不能看 怨怎麼寫 草字頭的那個怨就是公怨的那個怨 有一個很好的方式幫助你們來區別 大觀園中的重要的建築物 有名有姓的 重要的 請注意他們的管閣的那個類型的名稱 是不會重複的 所以蕭香叫做他配合的叫做管 那麼怡紅院就是那個院子的那個院 那恆無怨的怨雖然同音 可是他用的是另外一個字 那麼迎村住的是什麼 子齡州 那麼錫村住的是藕香謝 有沒有 亭台樓謝有沒有 那麼廟宇住的呢 龍翠安有沒有 那另外當然有些小地方會重複 沒辦法 因為亭台樓閣數來數去 名字就那幾個 但是重要的處所彼此不會重複的好不好 這個你們要先記得喔 好 那我們請大家就翻到這個 260頁 好 他們一路走呢 接下來現在就要來到將來呢 為寶釵所量身打造的恆無怨 那麼這樣子好不好 我先提醒你們喔 為什麼他叫恆無怨 蕭香是因為有鵝黃女嬰的神話 對不對 要去打造一個 自自血淚的那一種悲劇的愛情 所以用了蕭香這個鵝黃女嬰的這個典故 那恆無怨的恆無呢 要不要好好的仔細掌握到我們作者 透過這些文字背後 所要傳達的文化象徵意義 什麼叫恆無 有一點點中國文學的底子 不要說底子啦 知識的人都該知道恆無絕對是來自哪裡的 一個重要很鮮明的意象 而且它的象徵意涵是很明確的 沒有爭議的 不就是屈人的離騷處詞啊 恆無就是香草的名稱啊 那離騷所代表的就是一種 道德非常崇高的一種人格的一種價值對不對 所以嘛 為什麼總是要把我們的寶釵 講的是一個偽君子 這根本就不符合曹雪芹他用這些與會的含義 那麼簡單再說好了 我們先看260頁回到這個山石的設計 那麼他跟恆無怎麼發聲關聯呢 不要忘記喔 我們剛剛一開始就告訴大家 大山是不是上面小山也一樣 是不是都要鋪著土的對不對 上面才可以種一些植被 應該念植批啦 沒關係 那麼我們請回到260頁 好 下面呢 請看倒數第六行 只見水上落花越多 怎麼樣 單單這一句其實就是扣合了它的什麼名稱 水上落花越多 這條水流叫什麼馬 沁芳馬 水不就是沁的花朵讓它捷徑 而花朵的芬芳又反過來美化這條水流 所以這就是沁芳最緊密的結合好不好 好 然後呢 那麼騎水欲輕 融融蕩蕩 曲折引迴 池邊兩行垂柳 砸著桃杏遮天蔽日 真無一些塵土 怎麼樣 真無一些塵土 再現了太虛幻境那一種 完全不夾雜人事污濁的那一種仙境的意象 好不好 好 那麼忽見柳印中又露出一袋 折袋珠蘭板橋來渡過橋去 諸路可通 請注意囉 請注意了 變見一所清涼瓦舍 一色水魔磚牆 青瓦花堵 那大主山所分之邁皆穿牆而過 請問大主山是哪一座山 我圖畫圖擦掉了 是不是就是那個大貴人入口的那個一袋清障 然後是由他延伸到園中各處 所以你看他會順勢就穿插到各個地方 然後請注意最有趣的是呢 是誰 很奇怪的就好像跟我們 跟他 對他的成見不一樣的 他竟然批評了這所處所 下面請看賈政 如果賈政是一個什麼迂腐的 封建制度下的偽君子 他應該很欣賞薛寶釵要住的房子吧 對吧 我們不是 我們的讀者不是一概的就把賈政 賈政薛寶釵打成什麼封建守舊分子嗎 就把他罵了一頓對不對 他覺得他們是同一陣營 是同一類的人 可是這實在好奇怪喔 明明就是賈政說 此處這所房子無畏的狠 他竟然嫌他實在很乏味 沒有什麼情趣 這不是太奇怪了嗎 一點都不奇怪 真的賈政這個人 事實上也是一個立體人物 他有從出生之後 他有青少年的 他不是一出生出來就做爸爸的 而且是這麼嚴格的爸爸的好不好 所以他也有青少年時期 跟明明一樣很頑皮 或者是很有性靈的時候 然後最後娶妻生子 然後最後有家族的責任 然後他才變成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隨著小說敘事的發展到後面 他又有了改變 所以我們的曹月芹 他不安於扁平人物的 請你們要注意 所以賈政這裡呢 對宏遠的批評事實上是合乎 他內在某一種性靈的反應的 所以我剛剛跟你們提醒過了 賈政事實上是《紅樓夢》當中 把性靈美學 性靈的價值闡述 所以就是口頭闡述的最完整 最充分的一個 那這個說來話場有機會再說 好啦 我們把這段念完 所以就步入門石 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出來 叫插天 顯然這是一座很高聳的山脈 然後四面又有各式的石塊來群繞 竟把裡面所有房屋西階遮住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這比其他的青山邪祖恐怕更有過居 然後你看因為都是大祖山是石塊 然後一株花木也無 只見許多異草 那這些異草你們往下看就知道 是不是就是來自於梨騷等等的那些香草 有沒有 那這個當然都有象徵意義 那這個我們就 因為這個要談的東西非常的多 我實在有很多話要講 那麼因為好幾個層次 包括我們的讀者的接受美學 是怎麼樣在誤解 會產生對於薛寶釵的一種 比較負面的反應 這事實上是有一個很優微的道理可以來談的